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為新住民朋友 所開辦的網路學習課程 那麼今天節目當中呢 非常開心 也非常榮幸 要邀請到的是我們的 帥哥主廚 陳其文老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其文 其文老師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 準備哪一道料理呢 火腿冬瓜夾 夾 是 夾 沒錯 把冬瓜夾到裡面 就這麼的那個動作 就是要把它夾進去這樣 好 OK 那我們這一道菜 需要什麼樣的一個食材 冬瓜 冬瓜 對 等一下我們會教大家 如果切這個 有點像有技術的水花片這樣子 然後 薑 薑片的水花片 然後呢 這個是黃蘿蔔的水花片 比較特別的就是這個是 家鄉肉 那家鄉肉呢 什麼叫家鄉肉 家鄉肉就有點像是 醃漬的醃肉 腊肉之類的 但是呢 它比較厚 一般來講的話 譬如說很傳統這道菜 是要用精華火腿 那精華火腿的價錢 非常非常的貴 對 取而代之呢 就是我們的家鄉肉啦 好的 那我們首先 要開始來做這個 還有我們的調味料 鹽 白胡椒 米酒跟香油 就這麼簡單 好 那這邊的部分呢 我們會在烤場當中 拿到呢 就是的 冬瓜 對 對 登登登登 冬瓜拿到的時候呢 先把這個角給切出來 好 所以我們要先把它的 弧線給切掉對不對 沒錯 一步 切成一個扇形 然後大概像這樣的扇形 好 給鏡頭看一下 扇形的部分 好了 切完扇形了之後呢 記得呢 底部呢 要稍微修一下 不然它站不起來 你還沒站的時候 你就切到手了對不對 懂了 所以我們其實也是要顧慮一下 它的這個 算是它好切的方式 要記得修平 好 我們先從中間一刀切下去 然後左跟右 好 然後它就有一個凹槽出來了 先切中間 對 它就像這樣有一個凹槽出來 有沒有 在這個部分 有 很像一個愛心 對 愛心 好 然後呢 再這邊呢 再一刀 這邊再一刀 好 切這個好像也要稍微 小心跟注意一下對不對 對 因為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 不容易切 好 所以它這個紋路就出來了有沒有 一刀 兩刀 三刀 大概像這樣子 好 接下來呢 比較特別的就是 我們要夾住東西 對 有點像那種吐司有沒有 所以要一刀切斷 一刀不切斷 對 所以來 我們不能切斷 而且這個不能太厚 要薄薄的一片 對 好 再來切一刀 切斷 很薄耶 老師 對 所以它就可以打開 夾我們冬瓜夾 原來這個夾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又叫做蝴蝶片 像一個蝴蝶有沒有 有耶 對 沒錯 好 所以記得要總共要做六個 好 一刀切斷 所以大家要拿 你要拿好 下一刀要切斷 好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的這個家鄉肉呢 就是要切成片 片就好了 要薄片了 因為我們要把它夾在裡面而已 對 老師 這個家鄉肉的話 也是一樣 它的大小是差不多要 比這個冬瓜再小一點點 對 妳才夾得進去 沒錯 那最主要是看考場發給妳的額定 好 那現在我們就要來做一個夾的動作了 好 我們把它拿起一片 然後呢 先夾一片 薑片 薑片 然後再夾一片 夾香肉 好的 好 這時候我們就要把盤子拿上來囉 好 就要把它一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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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總共六片把它排好就好了 好的 好 所以排這個的話 其實也是就是好好的一一地排好 然後呢 大家都稍微有點耐心 因為有的時候如果心太急 可能會把這個掰斷對不對 我發現這個看起來滿脆弱的 對 曾經有遇過這種事嗎 還是誰 是 就是盡量要輕一點 不然就 就滿可惜的 就前面做了那麼多的工作 對啊 好 所以這一道料理的話 我們就總共要做六個夾 對不對 然後排完之後呢 這時候要連這個裝飾的東西 我們就一口氣都拿去蒸 所以這道菜其實 背工就前面的刀工而已 然後後面拿去蒸之後呢 蒸熟之後就勾芡淋上去 這樣其實就可以了 了解 那我們就先把它拿去蒸一下吧 好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我相信我們現在已經蒸熟了 對不對 老師 是的 好 我們把它蒸熟 蒸熟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得出來 有沒有 冬瓜片透明了 冬瓜透明了 有點軟軟的 這時候千萬不要碰碰它 好 這時候我們北下準備一個鍋子 我們就要把勾芡的料淋上去了 我們要進行來調味 好 少許的鹽 少許的鹽 少許鹽 米椒 好 米酒 好 我們要進行勾芡 來 老師這邊請 我已經幫你調配好了 好的 沒問題 來 少許的鹽 鹽不要太濃 但是也不能太稀 要能掛上在冬瓜上面 好 稍微檢查一下 對 好 這時候呢 都好了之後呢 我們要準備下香油了 好 好 好 淋一下香油 讓它油亮 好的 然後這時候呢 再次滾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關火 好 我們能夠均勻要記得 一片一片的把它淋上去 為了是要讓它看起來 顏色非常的 剔透 對 不能從中間就淋了 一定要 一片一片 也不能一整個這樣子下去 對不對 每片都要均勻的淋到去 這樣才有賣相跟食慾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今天呢 這道菜呢 火腿冬瓜夾瓦 就完成了 這道菜呢 看起來呢 顏色真的是非常的剔透 大家呢 在這個考試之餘 如果大家要回家練習的話呢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好 相信大家呢 今天看完這集之後 應該也有滿滿的收穫吧 如果想要查詢更多的資訊的話呢 可以歡迎上我們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的網站 可以查詢更多的資訊 那我們就期待下集見了 拜拜 拜拜